大家好,今天给大家第二讲,教翠鸟荷花 翠鸟荷花属于花鸟画 在中国画中,画山水艺,画人物难,画花鸟画技术权 所以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学习中国画 今天教花鸟画,翠鸟荷花 为什么我们选择翠鸟和荷花呢? 因为在中国的花鸟画里,基本都有很多对应的鸟荷花 比如我们画牡丹 一般的我们就要画凤凰孔雀 叫富贵牡丹 一般我们要画喜鹊 就画梅花 叫喜鹊灯梅 而我们选择翠鸟呢 因为它身体的颜色是翠绿的 和荷花的荷叶颜色相对应 整个画面会很好看 所以我们选择翠鸟和荷花 看起来 这样子of酪 我们选择翠鸟 一般一般的荷花 各样的荷花 我们选择翠鸟 然是红色 然后我们选择翠鸟 并不允许 他们就能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花鸟罐一般分为两种 一个是工笔花鸟 一个是血液花鸟 所谓工笔花鸟 就是要把这个鸟和花的所有的细部都画出来 今天我们教的是翠鸟和花 首先我们看翠鸟怎么画 翠鸟的特点 第一个是它的嘴比较长 头成椭圆形 吃完 嚼短 它的眼眉 成柳叶做 是 尾 短 胸 胸 要高 腿 好 好 他这细部 它的胸部鳞片 这是公笔鳞娘 如果我们画血液鳞娘 那就是刚开始就要用颜色画 它的头壳和身上是蓝颜色 所以血液就是刚开始 我们用颜色画它的背 颜色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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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的嘴是黄颜色 有肠 腿 胸是红颜色 胸是红颜色 画完之后我们用稍微干一干 然后用颜色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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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是公笔的话 最后也是要涂色 涂色颜色跟颜色 也就会用颜色的蛋糕 然后用颜色画头 用颜色的画面 像颜色画头 1分钟 好 这是鸟的画法 下面我们介绍一个荷花的画法 荷叶的画法 首先我们用蘸墨 然后用水稀释 试一下 试一下颜色 不要偏淡 好 我们从中间向四周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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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笔够了 换夜脉 好,这是一个荷叶 荷叶最重要的要画它的 颈 准备 准备 好,这是荷叶 这个荷花呢 我们主要是刚开始 用彩笔 要用彩笔蘸水蘸颜色 好 好 这个颜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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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现在 podemos先 proposed 首先要把画的位置高好 这是荷叶的位置 这是荷花的位置 这是翠鸟的位置 这是提菜 OK 我们现在先画荷叶 荷叶我们一般的画 两个到三个 我们现在画荷叶 第二个荷叶可以深一点 颜色深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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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深一点